好了好了,check in啊,check in啊 Holiday in Let's go 嗨,大家好,我是一口 现在来到米兰的酒店 2019前半年非常的忙 去了7个国家 都是看设计看家居打 而这次来到米兰 都是一样 也是看设计 这次很荣幸被邀请 中国名乡求学社来到这里 去考察和学习 还有一个就是 等下会邀请一个 中国深圳的嘉宾 名主持人 和香港的设计师 大家一起去看设计 Let's go 一般优秀的中国设计师 还有我们的名主持人 小生 一定要多看他的节目 另外要去的电台 多收听我们的节目 深圳电台快乐家居 全世界最权威的家居节目 第二名 第一名是他的 我觉得米兰的exhibition很好啦 每次来的时候 他都会给我们媒体 有一个tory bag 每次来一个免费 好我们今天已经是来到了米兰第58届的家居展 我们现在就到展馆里面去了 开始啦 Let's go 第二十二跟二十四的话 都有很多年轻设计师的作品 假如说你去到数字比较少的展馆的话呢 可能是大牌比较多 原创设计师都是在Satellite 大家要进入Satellite这个地方 包括有中国很多设计师作品都在里面 Let's go 十二剩下 OK 我想问你啊 这个米兰里是一个fashion品牌 现在已经做了家具而已 而且我看到全部都是十二剩俏 因为我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没有这么讲练 十二剩俏 在对于你们设计师怎么来看这个风格 我觉得很抱怨 因为这个米兰里 他都是最主要从故意到里面的画面 等等去做一个设计 我觉得今年他推出这个十二生肖 就是这个整个市场 我们华人的华人族人会更喜欢里面的图 第二就是他会有一种亲切感 因为我们去用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家 你看到他用到很多跟纸有关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融入度就非常棒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它里面 你看这生肖的字 全都有形在里面 但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祝福的 因为它其实除了生肖之外 比如说像瘦 这个的话就是延年易瘦 就是长兵百岁的意思 所以其实应该还是有寓意很多的 所以你看意大利品牌 就是象征中国之神来了 大家要听快乐讲述 大家要听快乐讲述 所以我们来听快乐讲述 一会儿想对 这个表演播出的 好处就是 每一个项目的 他旁边的设计师 方便认得出也尊重设计师 来到米兰,当然要看一下 Made in Italy的品牌了,就是B&B Italian 后面的这一个地方呢,是他把所有的家具拆很开 是不是,我带大家这边看一下 Let's go! 过去是吧? 他其实把这个拆成这样子 我估计大家在看的时候,应该跑什么角度上 对,因为你在看一般的所谓的经典款 他们分了很多时间 所以怎么样把这个产品交得很细 未来就是它可生产性 所以大家就是看到B&B这次的一个展览 就是想给大家一种怎样的感受 第十道展览 原本是,我有想到一个 对,我看它另一个表面 对啊,整个发光体系团都是在上面的那个封存 就是极尽的规则而已 其实就是金属,但是又跟腰带是合作在一起的 现在的技术,这里面的电线呢 等等,东西都收在里面 电线实际上是藏在皮带里面的 没错 是不是很强啊 一片的东西做成一个灯 这是来自一个日本的设计师 它的概念就是把灯打到一个圆圈那边 又可以当一个厚厚板,又可以拿照亮 简直是完美 好厉害,这个设计师来自德国 他用的就是这个Plexi的Plexi 打在墙上是不同的颜色 而且还可以放大放小 不同的角度看,都是不同的颜色 超棒 米南这个设计展,设计这个后 不能不看,Let's go 整个作品里面这种团的圆圆 对对对对 这也是马来西亚特厂 马来西亚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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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个小洞是有一个斜度的 所以你做起来的时候 会想动,动起来 对,这次你做下去会不会太懒生 也不会说一般就是很平的学校 对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帽家具系列 它是可以接在不同的家具上面 这个的目的就是说增加空间 我觉得这个IKEA的Book Rack 在全世界已经超过过一 只是一%帮你买 买这个东西已经很好了 这个想法就是非常好 真的很好 我相信很多人家里都有IKEA这个柜 有了这个之后就可以摆更多东西 我个人就非常喜欢这个Satellite 这个展示室 因为这里全部都是Young Designer 而且它有一区 是摆完全部Young Designer的 商品在这里 你可以一次过看完 哪一个有兴趣 你是可以直接找那个 Designer 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Satellite 第一件时间都是来到这个区域 看看有没有一些喜欢的做法 做一些功课 因为这里太大了 你去到其他展馆的时候呢 你是很难接触到设计师 但是呢这个地方 可是全部都是设计师 那些地方 没错它就是好像训练设计师一样 你怎么样对这些客户 你怎么样把你的idea把它讲出来 对 它不只是设计师个人单体 它有是有国家的赞助啦 有些是有学悦的赞助 他们来给你参展 很高兴认你 所以非常创业的设计师 有很多好的项目 这样敲起来像不我 我觉得你应该猜不出它是什么做 你喜欢的 你喜欢的 咖啡 咖啡 对啦 咖啡 咖啡还是咖啡渣 咖啡渣 咖啡 咖啡 这是外面的路 哦 这是一个Austria的品牌 他们摆在这里就是一个art piece 但是它也可以把它功能化 这个Austria的设计师 做的东西除了是一个art piece 它也是有多功能 帽地仿身的一个product 超赞 台铁啊 这边就是个最想装器的家具啊什么 所以拿来放去那种for the space 哦 我们叫共享 对对对 晚安 有名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房 因为这个很重要对于年轻设计师 你一般在看着卫星展好看的地方 这一般中国设计师非常细细的设计 他们现在听着著名香港设计师阿肯 去讲解一些关于设计的细节 里面的一种材料跟一个上面的一个主案 这就是一个日本的公司用的就是分类的设计 把titanium做成这种的话我们很art piece的感觉 看了下椅子的 不是椅子 它是一个灯 这位设计师是专门利人 但是他已经订了房子 他用的材料全都是Echopheny 这个材料是用纤维 然后它的链是用那种 organic的蛋白质 做成一个椅子 100%环保 Bugatti这个牌子 你认识车的话 应该不会不懂这个牌子吧 现在他 Venny还有你的车的牌子 都有出自己的Home Series 就叫做跨界的时代了 就这一次的这个米兰家具粥的话呢 我是特别想来在推卡的地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带我试团 我知道它其他的牌子我都认识 但是推卡就没听过 在中国的话呢 推卡确实是在高端的品牌当中 它牌的位置是比较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试试 那这一张的话 是很想睡呢 我跟你说 我之前影片也有讲过 我最喜欢挂的就是 Mattress 的屁股 一直在试他们的床 就很爽了 对对对 哇,上面还有 真的这个话 这个罗马的话来说 仿佛还是睡在云上哦 但因为我们刚才说 从二十二号馆 逛到三号馆来 所以呢 真的是好累 所以目前看到这个床的时候 好了 他比我们分放好多啊 是不是啊 不一样吗 确实是输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它整个解剖之后的状态 它里边就是透气 也還有一個的話呢 就可能是要風軟 夏涼 這個是很重要的 而且還有來看過 路膠店 路膠 對對對 馬來西亞就是出廠那種 路膠 蠻有名的 這樣我要問問中國的朋友 還有設計師 這個圓的床在中國說不說話你 別墅類的會用非常多 酒店 酒店會有 但是在家裡面好像比較少力 但是好像是有一個說法 就是用圓形的話呢 其實也是關係很closed的那種 那現在的話呢我們三個人 已經是在這一張主角上面 感受到整一個新的趨勢吧 色調以及它的用程度 你叫今年的色調是怎麼 就是把綠植植物的東西帶到家裡面 所以你看到後面那個整個顏色 跟它裡面的內容 都是這種plants的感覺吧 This is the trend 就是整個趨勢的一年 這第三個來自M7 他喜歡這個鋁的墨汽 所以要把它的概念做成 全部都是鋁的墨汽 鋁的墨汽 如果這個放在陰燭 就會非常適合 知道這個是誰嗎 不知道我是誰 這是硬雷王 硬雷王 你就是雷王啦 硬雷王 其實是一個花盆啊 花可以放進去 還可以澆水 可以 可以放進去 這是有沙克的墨汽 有一種 墨的味道喔 不錯喔 意大利最出名就是 MARVEL 他們把MARVEL做的特色引發 除了有DISPLAYWORD之外 還有很多FUNISHER 都是用意大利MARVEL的 今天呢也是謝謝EKO 還有阿KEN跟我一起呢 是去逛這個第58屆的米蘭展 大家可以繼續呢 是在我們1062的大人家居 聽我們的節目去看我們的節目 另外的話呢 在今年的11月份的話呢 在上海夜會有我們的米蘭展 到時我們再和大家一起出發去看展 其實我要謝謝你們兩位 在我的節目裡面 有更精彩的分享啦 還有別忘記Like我們的Facebook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頻道 EKO IN 下個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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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的朋友們你們好 你們好 歡迎來參加我們 謝謝